无论我们是否真的需要 大脑会自动释放想吃高热量食物的讯息给我们的身体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大脑不要将食欲与高热量的垃圾食物画上等号 并且重新塑造大脑对于食物渴望的连结呢 一 改变习惯 生活中总是有许多刺激欲望的诱惑线索 试着打破这些习惯 准备一些无糖口的食物 小火香糖或坚果 当食欲被挑起时 可用它们来分散注意力 打乱旧有的连结 让健康的习惯取代旧习惯 二 细嚼慢咽 吃东西时细嚼慢咽 身体才来得及传递饱足的讯号 用心品尝食物 可以加强大脑对于满足的连结 如此一来就不会让自己摄取过多食物 三 多运动 研究显示 运动15分钟后的人 对甜食的摄取量 比没运动的人少了一半 因为运动不仅是一种分心的方式 它会释放多巴胺 让我们不再这么渴望甜食 四 建立良性的循环 康乃尔大学的研究显示 人在情绪好的时候 会比较想吃正餐类的健康饮食 而在情绪不好时 会比较想吃零食类的垃圾食物 因此 多探索一些新的健康美食或异国料理 提供大脑建立多一些对好食物的渴望 让身体产生食欲时 能与这些好食物产生连结 五 睡前冥想 睡前花20分钟冥想 做一些轻松的伸展运动 或是深呼吸 耗澡 这些都足以释放压力 让身体对食物的渴望不那么强烈 简单五步骤 祝大家成功战胜自己的贪吃鬼 一起健康吧 感谢观看